基隆因为豪雨冲刷之后 裸露在碧沙鱼港旁边坡上面的超大巨石 威胁着山坡下北宁路上的住家 到底该怎么解决 既不能爆破 更不能任它滑下来 最新消息是 可能运用一种特殊药剂液态氨 来让石头从内部破碎 再逐一把碎石清理掉 从空拍画面可以清楚看到 北宁路上方基隆落石滑出的痕迹 但还有一块巨石就这样耸立在山头上 随时都有可能滑落 公务处与专家经过勘测后 考量北宁路安全防护 确定不会以火药炸开石块 而是用药剂将石头破碎 它的作用就是我们把孔打了以后 那在里面贴了药剂 这些药剂到时候它会崩壮 会把这些石头把它撑开 所以大概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介绍整个四周的一个震动 公务处表示使用分层方式处理 先将石块凿一个洞 将特殊药剂放入 让石头从内部破碎 再配合挖土机将石头钓起 清理石块后就可以用挖土机 竹城破碎 大石头的重1月1600到2000公吨 原本位于基隆的牛丢岭 这块山壁下的下方就是碧鲨鱼港 北宁路上还有名宅和数十店 现在地面距离有150公尺 实在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公务单位强调最快3号就可以动工 预计一个礼拜时间就可以将石块处理完成 北宁路附近的交通在一周内就能通行 UDN TV综合报道